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一派网友持理性言论 认为不该听性谣言 尤其当事人并没有发出任何回应 其实阿萨在证实分手时就曾澄清 不涉及第三者 双方是和平分手 但究竟实情是什么 大概也就当事者最清楚啦 Bonjour 最后七千万元 这里是一个小双方 太过了 因为一个小双方 准备面 这么晚 明镜与点点栏目